美国佛罗里达州75号 周级公路9号发生坠机事件 不少驾驶目睹坠毁瞬间 一架私人飞机撞击 地面冒出火光起火燃烧 浓黑烟直窜天际 后方驾驶下到减速赶紧停靠路肩 无法想象开车开到一半 烟前突然有飞机坠落 私人飞机坠毁公路过程中 还撞上两辆车 有募集民众上前帮忙 拍到幸存者在飞机起火前 赶紧逃难求救 根据美媒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在社群平台 发文表示 这架私人飞机是庞巴迪 挑战者600型 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机场起飞 准备前往纳布勒斯机场 却在9号下午3点15分坠毁 飞机在原定落地时间前的两分钟 还有呼叫飞航管制员 请求紧急降落 机上乘客幸运获救 而被撞上了车辆 受伤的人也没有大碍 但飞机上两名驾驶员都不幸丧命 不过他们撑到最后一刻 将飞机迫降在空旷位置 没有造成更大伤亡 飞机逝世的原因 因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也将会启动调查 TVC 新闻将军 罗欣 美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